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中国武术国家一级裁判 2001年获得过全国太极拳锦标赛亚军 2006年她和太太一起移民加拿大 移民前是一位体育教师 丁建平中学时就开始练习武术 后来由老师的带领专攻太极拳 我当时为什么喜欢她上太极 因为是跟我的老师 她练的太极就是说 就存在的有一种像武术的一种 就是说有点完全不一样的 不是说老人老太 或者她的理解方面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刚开始是练成事为主 所有的动作都要去发力 丁建平的太太在中国是一名护士 想和丈夫一起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 登陆加拿大后第一周 丁建平就开始教授太极拳 07年太太怀孕 丁建平又抓紧时间 考牌注册中医师按摩师 担起养家的重任 因为她教学毕竟有限 而且课大部分都是在after school那种 你after school的话 你可能就是工作的时间很有限 然后还是后来就想到 把那个治疗 因为我本身在 我们体育学院的本身在国内 就是要学那种按摩推拿 然后我就到了这里面 因为业务发展得不错 2011年丁建平的太太 也考取了按摩师的执照 和丈夫一起创建了一家理疗中心 丁建平认为 自己的按摩技艺得到客户的认可 和太极有着很大的关系 跟太极有很大关系 一个你懂得怎么样放松 另外一个你懂得怎么样 摸说别人的 这个那个就是说 病痛点 经脉也要摸 对包括那些血味对不对 这些包括他这些 最起码的哪个地方痛 你一摸就知道了 还有一个你使力的方向 一下子力到哪个地方 或者怎么用力 怎么用什么方法来做 一下子就能那个 如果你不懂的话 我前面就是 有一天有几个按摩师 这么来造我练太极 为什么 他们用不上力 2013年 理疗中心做得越来越好 丁建平终于把自己的太极管 从地下室搬到了一个宽敞明亮的空间 热爱太极事业的他 可以在教学上大展拳脚 而学员人数也增加得很快 然后就是我觉得是一直束缚着 这个拖继续拖宽嘛 所以我想还是应该专门找个地方来好好做 其实说难听的人就是说 做治疗这一块的赚的钱 远远要比我这个 做那个太极管 或者说武术功夫管来要好很多 就是我本身我这个专业就是这个 我觉得我不去做 这是我一个浪费 所以我还是尽量地要来做这个事情 反正也算是推过那个文化吧 太极讲究进来新硬 以新转进 从2006年到2013年 因为生意的重点在理疗中心 所以丁建平的太极教学事业 没有机会好好发展 而他却把这段时间 看作是修炼自己的日子 所以这也是一个促进 可以这么说 促进我不停地再去 要努力地做回我这个太极 这个行业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因为就是你可以把它 提成为一种修炼的境界 不停地完善自己 人生活了以后 不可能就是因为到了这个 工作了 我就等着一直老下去吧 不会 你总共要有一个精神的丰富 或者一个爱好的充沛 对吧 然后你才能够生活得越来越舒服 丁建平移民加拿大 开展太极教育以来 学员各个年龄层都有 武术和太极的门类也很广泛 他本人和学员们 在大大小小的太极比赛中 获得优异的成绩 奖牌和奖杯都相当亮眼 学员们表现出色 老师也为之骄傲 心里都很平静的 你看他们都是 还有一个就是很自信 我跟我来练的大部分 基本上都是 以前是没有背景的 或者可以这么说 再说得通俗一点 有的是要么退休了 要么是主要家庭主妇的这种 对吧 你说他的运动技能 他以前根本就没有什么运动技能 但是他一到场上 从刚开始心里发毛 手发抖 到最后很淡定 出来的动作 像一个专业人士 我就是说可以这么说 他给了他一个 很好的一种业余爱好一样 特别好 而且他很自信地表达了出来 在某种程度上 是给他一个信心的建立 丁建平最新于太极事业 是因为这项运动 不但可以强身健体 修复伤痛 而同时 太极中的推手 更是脚力和斗志的过程 参加推手 推手因为它有点像对抗性的 像我们刚刚练的是 比较柔和的那种 激烈一点的就是 两个人就放开了 除了拳打脚踢以外 你什么动作都可以使 我们的比赛的话 它是有一个界限 如果不是比赛的话 就是怎么样破坏别人的重心 怎么样子把别人摔倒 或者这些东西为主了 就是说一种角力 跟斗志的一个过程 从事太极超过15年 丁建平从中受益匪浅 他的性格因为太极而改变 豁达气度开阔人生 太极的魅力非同小可 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 是可以说是脾气特别暴壮的那种 脾气特别暴动就要 在跟人家动手啊 或者大喊大叫那种 连太极可以说某种程度上 至少你在跟别人交流 或者怎么样的 你要懂得克制 然后这时候 什么事情你要分辨 对吧 就是还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包括我刚刚跟您说了 就是咱们要往上不停地发展 你就要不停地去学习不同的东西 从中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 自己怎么慢慢慢慢变了 所有的太极动作 你都要是在一个平静 或者是一个深呼吸的状态下来完成 也不得你气在这 你要发火的时候 你就是气候波子出 都是在这个肺上那种感觉 有的时候很烦躁的时候 有的时候觉得很辛苦的时候 或者有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 你一个拳 啪两个手一起 下来的时候全部都没了 丁建平从事这个太极运动 已经超过了15年 造诣非常的深 而且通过太极运动 他也加强了对人体经脉的了解 这样又促进了他的推拿技术 所以只要有一技之长 一定是可以触类旁通 对人体经脉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